禁制令行動踏入第25日 高等法院先後頒布臨時禁制令 禁止堵塞金鐘和旺角的路段 但仍然有不少人留守 有或法庭批出臨時禁制令的團體 分別去到金鐘和旺角現場 要求集會人士重新開放道路和清拆障礙物 在禁鐘 臨時禁制令的中信大廈 有職員試圖清走門外的鐵馬和雜物 被集會人士制止 雙方發生後閣 而在旺角下午有一批反佔中的人士 包括十幾個的士工會的代表 先後去到亞吉路街和尼敦道 由法庭的執達利宣讀禁制令 要求集會人士開放道路 有搬找部分設置的路障 觸發集會人士不滿 雙方對視 警方需要調派大批警員介入來控制場面 過百名市民由金鐘佔領區遊行去禮賓府 抗議行政長官梁振英 日前說公民提名令政府政策向基層傾斜 祝請梁振英下台 有集會人士表明 政府和學聯的對話沒有回應都訴求 所以未有計劃撤離 金令同報道 四 梁振英何止 國八個來自多個關注基層和勞工權益團體的市民 在金鐘佔領區出發 又行到禮賓府 抗議梁振英日前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說 公民提名會令政府的政策向基層傾斜 他根本是帶頭造成社會撕裂 我們窮的人都有普選權利 我們有公民權利 這是很小的價值 如果比較在雙拖做選舉特首時下的承諾 我只可以說活有罪無止 隊伍途經和記大廈時保安一度落閘 由於遊行人士未得到警方不反對通知書 警員一度舉起警告的標語 大批警員就沿途戒備 期間未有發生衝突 遊行人士有批評梁振英的言論 違反競選時後關注基層的承諾 促請他下台 而在金鐘下角度 仍然有不少的集會人士留守 有學生就認為政府和學聯對話 所提出的建議 不足以令他們撤離 但現在看出來的態度就是 政府永遠都好像逃避我們的問題 不肯證明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又不足以令我撤走 到這個階段 其實政府都沒有提出一些很有誠意 或者很實質的具體方案 只不過他們都是空口而談 所以我覺得都不能夠叫我們撤離 在中上大廈近隆匯道 早上就有管理公司的職員 根據法庭的斑寧 試圖將鐵馬搬走 被集會人士阻止 這是我們的建議唯一的走火通道 我們如果火災的時候又如何呢 法官是給了一個臨時的禁制 那星期五我們會跟他在法庭爭論 最終職員不成功並離開現場 亞洲電視記者金靈圖 我們的記者李靖瑜現在在旺角 李靖瑜現在旺角最新情況如何呢 陳婉容 其實旺角上午的集會氣氛大致平靜 不過一到下午的時候 首先有市民自發拆去在彌敦道 和亞洲街交界十字路口的其中一個路障 觸發了現場人士起哄 之後差不多是同一時間 有的士工會號召多架的士道場 堵塞道路 批評佔領行動影響了他們的新計價 於是就指發清除部分路段的一些路障 而其間亦都有個別的市民 清查其他路段的路障 場面一度混亂 多架的士響應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的號召 堵塞亞加路街一條行車線 批評佔領行動影響他們的新計 我們暫時所知道的就是有100步 你說拆除路障那裏是哪個路障 我們主要就是可以拆到多少都可以 我們首先起步的都是亞加路街 和波蘭街洗出亞加路障的路障 在場人士起雄 並且多次發生斟執 之後泥頭車和堵塞道路的的士洗走 他們都去到燈打市街和彌敦道交界抗議 在執達利宣讀禁制令之後 部分人移除在彌敦道的路障 有集會人士坐在路障上阻止 有人受傷 發起行動的團體又安排夾斗車 清理燈打市街的路障 當中不少屬於政府財物 包括食環處的垃圾桶 警方並沒有阻止 警方又以安全為由協助拆走用來救建路障的竹枝 也有幾名市民到亞加路街和彌敦道交界的 十字路口自發清拆路障 他們移走木架和沙包等的雜物 在場集會和圍觀的市民起控 警方勸喻清拆路障的市民離開 我的目的就是想喚醒所有 就算黃絲帶也好 你的所謂霸佔 如果令到衛生有問題 令到其他人受阻 其實我很肯定 我們就沒有犯法的 如果你引致公衆安令受到影響 你就犯法了 因為你在這裏拆路 有這麼多人運完東西 你有機會引致公衆安令 公衆秩序受到破壞的話 我們警察就要解釋 警方捉成人簾 將圍觀的市民區散開 亦有大批市民繼續留在行有龍上圍觀 除了登達市街 在波蘭街有反對佔領行動的人 拆走設置在浪浩方外的鐵馬之後 一批佔領人士 就將鐵馬搬到波蘭街的馬路中央 現場再度出現混亂 另外十多名保衛香港運動的成員 中午亦到場 向警察獻花和朱古力 支持警方執法 期間同在場集會人士發生口過 多名手持盾牌的警員 加入分隔雙方 現在在彌敦道和阿高蘭街交界的 十字路口這一段 道路的氣氛暫時恢復平靜 亦有大批市民在場圍觀 另外亦有多名警員 配備頭盔在主守 以防再出現混亂的場面 我們會繼續跟進旺角集會的情況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報 報告 評論